我们接下来画北洋顿龙的背部 北洋顿龙的背部由大大小小的各种甲片构成 这次我们可以不把它画完整了 我们只挑最有特色的一部分背甲去画 就是它位于骨盆上方的这一部分盔甲 这部分盔甲长得非常的有特点 这种结构在其他恐龙上基本是比较罕见的 它有很多大型的圆盘构成 而且夹杂的很多小的圆盘 整体又是一个骨盆的形状 因此我们画的时候也还是要注意外轮廓要画的粗一些 里边的细节尽量用比较细的笔或者用细的笔鼠去完成 我们接下来画它的背部 这次我们选的角度是着重画它的骨盆 因为北洋顿龙的骨盆上方的铃甲非常有特色 我们先来画北洋顿龙的骨盆与大腿之间的边缘 转角处 这里长着一系列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个三角形的甲片 然后能够保护这类恐龙的身体两侧 我们接下来稍微戴上它的后腿 以及它的尾巴 在尾巴两侧 我们在画尾巴的时候就会介绍到它的尾巴两侧 很可能长有两排像锯子一样的结构 这些结构实际上是从它的身体两侧延伸下来的一样的结构 然后我们来画它骨盆上方的铃甲 北方顿龙骨盆上方拥有非常非常奇特的骨片 这些骨片大的像盘子一样 而且也是非常的圆 一排一排的非常紧密的拼接在一起 这样的结构在恐龙里边非常少见 我们可以给它像这样一排一排的向前延伸 这些甲片非常非常巨大 而且连接的非常紧密 这些甲片在骨盆处虽然连接的非常紧密 但是越向身体前方 它变得越来越小 而且之间的空隙会变得越来越大 逐渐在身体最前方演化成 排成一条一条的这种方形的鳞片 我们可以用这些带状结构给它表现出来 然后我们回头再补充下身体两侧的结构 靠近身体边缘的这些小的甲片要锋利一些 然后就是在这些大的盘子一样的甲片中间 拥有非常小的鳞片 给它填充进来 就像现在画的这个样子 像北方顿龙骨盆这样完整的骨盆结构 在甲龙类里也非常少见 而且目前已知的其他甲龙 都没有见到过像北方顿龙这样的结构 然后在它身体前方向前 这些排列比较松散的 稍微缩小一点的大鳞片之间 拥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不规则形状的鳞片 然后回过头来 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些大鳞片上面的细节 非常奇特的一个结构 就是在这些大的鳞片中间 有一个疙瘩 这样就让它的骨盆 虽然看起来是非常平淡 但是表面依然有很多凸起 这样在石偶龙攻击它的时候 这些凸起还是会起到保护作用 这样北方顿龙的背部 我们就完成了